炸好鱼鳞,张大哥开始大刀阔斧处理大鲤鱼 当硕大的鱼子映入眼帘 我都不敢想象它的口感和鲜美程度 而此时,他又匆匆地走出门 这又是要去干什么 这是咱家的仓房仓库,就割粮食各东西的 这个好玩,咱对鱼必须离不了 这是咱东北的那个臭辣酱 我是想说这味道有点,就和这个黄豆做的 我是觉得这味道有点不友好 再闻不是那味,是香味 现在闻真的是非常的不友好 你别说你闻着呢,你尝尝啥样 尝尝就不一样了 对,有点咸,豆香什么样 但是就没有闻起来那么可怕了 首先咱们东北没有什么佐料,就是以酱为主 做什么菜了,都得搁点一个酱 要我说,它就是灵魂,没有它了,你炖出这东西 鱼啥的,你就不好吃了 东北菜的灵魂,就是这大酱 一到寒冬腊月,家里的女人们就会呼上一锅黄豆 然后捣碎做成酱块进行发酵 好,炒出这个香味儿,你看 这个酱一爆过的味儿好不好 马上就香味出来 对不对 不是这个不友好的味儿了 对不对,不是这个不友好的味儿了 特别香 好 大哥,这个竹壁子是干嘛用的 垫到锅底下 为什么要 鱼得大,一压压到锅底,你动不了 就糊了,那皮就粘上了 有的人不懂,不用垫,不用垫骨里 这一厂皮一颤,白家的食材了 你看这鱼头真是大,这锅都感觉快放不下了 鱼杂是吧 对,这碗都得炖了 鱼肠 鱼肠 鱼肠,鱼肚 还有大块的鱼籽 这个太过瘾了 鱼大,鱼籽也大 矿泉水炖矿泉鱼 这种原生态的炖鱼方法 在当地几乎家家都会做 因此得名家炖 为了保证炖出的鱼味道更加鲜美 张大哥说,要一次性把水加足 十三香,盐也要一次加足 中间不能开盖 大火炖上四十分钟 等汤汁完全收尽 从严寒之中的凿冰取鱼 到大柴锅里的热烈炖煮 矿泉鱼的美味是化解香愁的灵药 更凝结着鱼猎文化的古老智慧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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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